请先开讲义 第28页 第28页 第4行 我们看这个第4小段 热议五教 古今中外 尽宗大德 莫不宜本经实书云教也 欧宜指出 天台纯远 行守全远 其密碎于傲藏 借不出此大惊之外 那么这个是说到 古大德 对 本经的 看法 五教 是行守中 就是华言中的 判法 前面介绍过 无教是小时中顿远 古大德 都认为 都认为 本经 是设于 语言教 欧宜大司 给我们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 他说天台纯远 天台是法华情 这是属于 这是属于 语言教的 先守全远 先守是将华言教 可以说是 中国古大德 看大成佛华了 这个一成教义的 只有三部经 华言 法华 和凡王经 以为这三部经 是一成法 也是 语言教的经典 古大德 也曾经做了一个 比较 我们在前面 都曾经看过 华言法华 要跟无量寿经 做一个比较 无量寿经是第一 华言法华 也不过是 本经的导引而已 这个说法 我们乍听 好像太过分 可是细细听听 古大德的意见 以及他们提出的证据 确实是可以相信 像华言 幕后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那么这部经 自始至终 自自俱俱 都是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正是华言法华的 归宿 所以本经 缘中之缘 这个后面 我们会看到 所以欧益大师讲 华言的奥障 法华的密碎 就在本经 那么这个话呢 是欧益大师 在要节里面说的 也就是说 小本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那么小本阿弥陀经 我们今天念的是 无量寿经 欧益大师 不是在这部经上说的 为什么此地 引用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们要想的 无量寿经 跟阿弥陀经的关系 是一不是二 连迟大师 称为大本小本 换一句话说 无量寿经 是大本阿弥陀经 比阿弥陀经 说得更详细 说得更清楚 阿弥陀经 是小本的无量寿经 说得简单 恶药里面的内容 无二无比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因此祖师对弥陀经的看法 那么换一句话说 跟无量寿经看法 就无二无比 云中朝云 这个是语言朝大忧 前面我们曾经看到过 那么弥陀远中朝 在本省也有流通 流通量虽然不大 但是曾经运过几次 原本法门 亦必须先开远景 而刺修远景 破三祸而正远骨 迎接不退 那么这是先把原本教的定义 为我们说出来 他这个地方说得很好 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 必须要注意到的 那么他的顺序一定是先开远景 次修远行 然后才能够正远骨 原始圆满 没有欠选 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 佛法的教学 是符合现代人所讲的科学理念 绝非迷信 昨天下午 有一个出家人到这来看我 他都非常关心 我们台湾的过运 他来要求我 讲人王节 因为台湾这么多年来 过去年年都做人王法会 人王互过戏在法会 过去都做七天 以后听说减少两天 就做了五天 又过几年就减少到三天 听说这两年只做一天 但是这个不是好现象 要找我来讲人王节 不是讲人王节行吗 就能够互过了吗 那个讲是解而已 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之后 如果大家不肯照做 那个无济于死 不是说将人王节行 这个做人王法会 这个地方诸佛菩萨龙天就来保佑 那是迷信 那是宗教 那个不是佛法 所以大家对这个意思 统统都错毁了 人王法会 我们在过去曾经讲过 但是这个今很长 我们曾经用二十天的时间 一天两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 讲人王节行大义 没有讲这个全部的经文 把大义都讲出来 人王法会 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要召开一个救国会 所以人王法会是救国法会 经商告诉我们 要离勤一百位的法司 这个一百位 不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不是定数 那你请一百个出家人 不管用啊 这个一百位 换一句话说 应该参与这个法会的 统统都要到 这个法会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了解先前的危机 建立共识 是这个意思 宣扬佛陀智慧的教导 我们大家彼此放弃自己的沉浸 同性和利益 来挽救这个社会危机 来挽救这个国家 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一点呢 实在讲是教育救国会 就是在平常 这举一个例子 因为从前道场法司 都是负责教化一方的 个人有个人的宗旨 个人有个人教的方法 现在国家有难 必须要统一方针 统一宗旨 能够团结全民 来应付灾病 那个会议宗旨是这个 不是我们找一部个人来 把仁王经念念 这个灾难就消了 那是迷信 所以截了以后 要醒 所以我就老实告诉他们 我说那个金讲的没用 我讲的再详细 没有人肯相信 没有人肯照做 那有什么用处 灾难是不可以避免 大家不能够改变心理 不能够断卧修善 那么这个灾病如何能避免呢 所以说佛要明理 佛华决定没有迷信 所以说能够真正修善 元解元解 破散祸 这是修善的功夫 三祸就是 金丝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是大障碍 障碍了我们的真心 本心 障碍了我们智慧的能 纵然修行 如果这个三祸不破 那个修行没用 没效果 就好比在学校读书 读的是很勤快 考试都不及格 那有什么用处 没有用处 没有用处 所以这个修行的效果在断烦恼 我们今天用功修行 大家都很认真在精进 有没有效果 这个自己要常常去检点 我们的妄想 是不是少了 烦恼 是不是轻了 如果今年 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我们减点功夫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假如我们的妄想 杂念烦恼 跟去年还一样 甚至比去年还多 那你修行的功夫叫白修了 一丝毫都不得力了 白修了 等于没修吧 如果是妄想少 烦恼轻 达到相当的程度 你念佛了 就能够得三位 我们常讲功夫成篇 你就能得到 得到功夫成篇 往生就有把握 这个在修净土的人来说 才算是有成就 否则的话 依旧是六道轮回 这个不能超越轮回 就不算是有成就 这个地方破三祸而振原骨 在我们这个法门里面是理性不乱 三祸里头有无名 破一瓶无名震一份发生 属于理性不乱 那这个往生的品位 那么这个是一般 一般讲这个圆顿发门 圆顿发门一定要 民心接近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不能够算是圆顿 金则但说 彼土一阵二报 以至为开戒身心 这再说到本经 我们这个发门 跟其他大成发门不一样 诸位要知道 其他大成发门一定要破三祸 也就是说最低先都 要破一瓶无名震一份发生 那才是圆顿发门 如果达不到这个境界 那就不算是圆顿 但是静宗 跟其他发门不一样 所以这个发门里头 但说 只说西方世界的一正庄严 我们听了之后 能够相信 能够接受 这个就是有大善跟大福德 没有善跟福德的人 他怀疑 他不相信 有善跟有福德的人 对释迦牟尼佛有信心 佛是个好人 佛不骗人 佛不会拿我们开玩笑 佛的心是真诚 佛的智慧是圆满 佛所见到的 佛所说的 必定是实实在在 我们相信佛的话 佛告诉我们 有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相信 确确实实有 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虚构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想象的 一定是真有 一定真正有阿弥陀佛 我们念佛 他一定会来接应我们 深信不疑 发出恳切的愿望 我们愿意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愿意见阿弥陀佛 有这样恳切的愿望 七日持明 一心不乱 一直为造修行门 这个修行真的是简单 持明虐佛 时间也不算太长 经常跟我们说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七日就成功 那我们现在 同修们念佛 不止念了七天了 七十个七天都不止了 为什么你还没消息呢 念了七年 念了七十年也没消息 原因在什么地方 绝对不是经上有错误啊 佛在经上讲的没错误啊 错在我们自己这一边 我们自己只要好好的去减点减点 把这个根源就找出来了 我们的心有问题 心不深了 信心不深了 我们的愿不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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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世间 明立才是要做一个比较 就比出来了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做个比喻 今天晚上有个机会 你去谈一笔生意 可以赚一千万 今天晚上你来不来听见了 不来了 这个就比较就是 信那个钱财的心 比信阿弥陀佛的心 不晓得超过多少倍啊 信佛的这个心 是像水上浮贫一样 若有若无啊 这样的信心 你阿弥陀佛 不但七十年不成功啊 七百年也不能成功啊 道理在此地 所以信愿行都有问题 不肯心 真正是恳切的话 这个七天决定成功 我们在净土圣仙路 《往生传》里面 看过这个例子 有人念佛 三天五天七天 就往生了 他又不生病了 与知识知 佛来接应 所以证明 佛给我们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一心不乱 是弥陀经上所说的 能不能做到 真能做到 但是 要深信 切愿的人 才能做到 信愿不真实的人 做不到 现在这个社会上 时时都做奇奇怪怪的书看了 我是很多年都没有上过街了 现在这些市场上一些东西我很多都不知道 但是我从一些报纸上的电视广播里看到广告知道一点消息 现在中国外国 这个预言家很多 从前很少 现在很多 到处都是的 那么有些预言家看水晶球 看到将来的世界 有的时候看 有人看镜子 还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不可以相信呢 我相信 我为什么相信呢 跟佛法里面讲的原理是一个 他把整个精神意志集中在一点上 他得定 那个境界是怎么产生的 定中间道理 跟我们佛法讲入定了 没有两样 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房间里黑黑的 不让任何人来打搅 旁边摆个水晶球 专门看那个 看到里面就出现象 所以他专门集中水 那就是修定了 定境线前的时候 在定中境界可以突破 我们现在讲的时候 这个时空的原刺 他突破 他能看到过去 能看到未来 所以这个原理一点都不稀奇 不仅仅是水晶球 镜子也好 任何东西 只要你专注 因为他是从定中现的境界 是这么一回事情 但是他那个功夫很浅 时间不长 他定宫失掉了 他这个境界也就消失 所以在定境里面的时候 能够观察到 过去未来的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像这样 这个不是一般的预言 这叫限量的境界 不是推测的 往往是很正确的 如果是他真的是这样修的话 他所看到境界是真实的 那如果说是他 有意去编排来欺骗人的 那当然那是万人 所以这个在原理上 我们同意 那么念佛也是如此 他为什么很短的时间 能往生呢 也就是我们无量寿经讲的 一向专念 只要做到一向专念 或者是大师智菩萨所讲的 都是六根经念相机 那么这种功夫 很容易成就 以这个功夫心情 如果你的愿心 希望往生 那就成功了 就达到 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如果我们用心 心要转移 七天没有不成就的 更新力的一天就成功了 更新力的心比较清洁 妄想杂念少的人 一天 这个境界就得到了 妄想杂念比较多的人 就要个三四天五六天 七天是个极限 这是佛说的 决定成就 如理如法的修行 这一心不乱 实在是可以得到 这个是境中修学的法门 灵命中是极德往生 一切八支 临终往生 是可以随着自己愿望 念佛真正念到一心 真正成就三昧 真正成就三昧了 生死就没有了 佛家常讲了生死 这生死就了了 了是了断了 没有了 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可以随自己的意思 想现前去 现在马上就去得了 一日到七日成功了 他去得了啊 想在这个世界再多住几年 也不碍事 也不碍事 也行 得这个自在啊 但是诸位要晓得 如果到这个境界 没有不希望早一点 为什么呢 那边的境界比这边太好太多了 那还要在这边多住一个时期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与这边众生还有缘分 多住几天 多劝一些人 多带一些人过去 是这个意思 绝不是贪图这个地方的苦受啊 在这个世界没有落 是受苦啊 那样的人呢 就是沉愿再来 就是待众生受苦啊 他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不去 他要在这多住几年 多帮助一些人啊 在这个地方受这些苦呢 带众生受苦啊 这个在发供养里面 带众生苦供养啊 确实有这个能力 深思自在 修其他的法门 达到这个境界很不容易 修进宗的人 达到这个境界 可以说很容易 这个很容易的 原因也非常非常之深 绝对不是偶然 就自己来说呢 那是五十世纪以来的 善跟佛的 因缘的现象 那不是偶然 就外面力量来说呢 是射方一切诸佛如来的 加持 所以才能够在短时间 有不可思议的成就 临命中时 这就是这个世界 六道轮回 我们做一个了断 做一个结束 从此以后啊 再没有轮回了 纵然到这个世界来 那是说句成愿再来 是菩萨再来 是愿力 先前的不是业力 业力是自己做不了主啊 生死自己做不了主 愿力自己可以做得了主 愿意来就来 愿意去就去 来去自在 那么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欧为悦志菩萨 《弥陶经》里面讲的 欧皮八指 我们《无量寿经》上翻的 欧为悦志 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就是 愿意云正三不退 这个欧为悦志 跟其他大臣经上 所讲的不一样 其他大臣经上 广义的说 愿意云叫粗重 别叫粗地 就可以说 他是 欧皮八指菩萨 如果下意的说 欧为悦志 欧为悦志 菩萨 是七地 以上的菩萨 七地以上的 跟大臣经上 常讲 正无僧人的菩萨 这个境界 大概是相同 相类似的 可是西方极乐世界 欧为悦志菩萨 大大的不相同 因为他是得阿弥陀佛 本愿的加持 这个三不退 是愿正三不退 不是分正 愿正 那么他的神通 能道理智慧得能 跟等觉菩萨 是相同 也就是 我们常讲 观音世智文书 普贤 跟他们是相同 这个绝对不是自己 修行功夫 真的 不是 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 所得的 这个是 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是超越 一切大臣法文 任何法文 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 这个是我们 一定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故知此经 为无浊 卧视之 无上条 这一句 总结图 这一部经 这个法文 在整个佛法里面 是至高 无上的 法文 因为他的成就 是至高 无上的成就 提 提乎是比喻 把他比喻 世尊五个阶段的说法 古德用这个比喻 提乎是从奶里面提炼出来 最原始的是奶 从奶里面提出了 烙 烙里面提出了酥 生酥 酥酥 酥酥再提炼 就是提乎 所以提乎是奶瓶里面最好的 用这个来比喻 语言叫法门 比喻 法华史 在这个五十说教里面 比喻的法华 比喻大臣 元教 那么他在提乎上 加一个无上 真结成本经 这个真结是日本 唐朝时候 在中国留学 亲近善导大使 善导大使的学生 回到日本之后 在那个时代 日本的尽头宗 比我们中国还要心胜 真结是无量寿经 很好的一部注解 黄念族居士 这个注子里面 引用了不少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段 他说无量寿经 是尊重之尊 顿中之顿 真中之真 愿中之远 绝对不二之教 一尘真如之道也 这个几句实实在在的 是把本经赞叹到极处 没有任何一部经典 能够超出本经之上 这个是实实实实在在的 所有一切的大成精 在中国佛教里面 大家都知道的 金刚波罗 地区是大成法里面 了不起的 一个范围 但是诸位要知道 要跟无量寿经 梅桃经一比较呢 那它差得很远很远 为什么呢 依照金刚波罗的修行 如理如法 在禅宗里面 大扯大武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这了不起 那是什么样的果位呢 给中国说 语言叫粗度菩萨的果位 别叫粗地的果位 是这样的位置 他也正三不退了 他是粗正三不退 好像我们看月亮 它才是个月牙了 粗二粗三的月亮 才露一个月牙了 在净土宗这个月亮 是受满月 都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但是那个光明大小 就差太多了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可是诸位要想的 一个人能在一生当中 能够震到那个月牙 那就了不起了 那就已经正德三不退了 但是不远 我们这个经 一往生就远正三不退 那怎么能比呢 可是在功夫上来讲 依照金刚薄弱 那个功夫是了不起的 见思烦恼断 陈沙烦恼断了 无名破一平了 才达到了个境界 我们这个不要断了 见思烦恼也不要断 陈沙烦恼也不要断 无名也不要破 只要居足心愿行 有个恳切的愿望啊 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 这就行了 而且到那里去啊 那个地位啊 比那个原初柱 比别教初地菩萨 高得太多太多了 它跟等于菩萨一样 我们如果要不把这个事实看清楚 你就不会死心他的全天佛了 还认为其他的法门好 是好不是不好 我们这个 该要讲完之后 下一次回国 如果我们用一点时间呢 把金刚经跟大家讲一遍 然后你就想他 金刚经跟无量寿经 天让之比 但是金刚经有没有好处呢 有好处 帮助我们发菩提心 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我们能够看破放下 我们很容易得意心不乱 所以借他来帮助 这个有好处 现在大家念佛功夫不得力 云阴正栏呢 看不破放不下 硬光大师 赞要结云 这个暂时赞叹 对于偶叶大师 梅桃经要结的赞叹 理事过真其极 为自佛设辞经 以来第一注解 妙极 涉极 纵令 孤佛出世 重注 此经 亦不能高出 其上意 奥叶大师 在梅桃经 注解里面 他这个注解叫药解 文字不多 我们看大师自己写的把文 他注阿弥陀经 用了九天的时间 九天时间写成的 对于道理 跟四十真相 都说得非常透彻 过真其极 真的说到究竟圆满 说得太好 阴光大师讲着 自佛设这部经 一来 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七树极 孤独园 讲《弥陀经》 一直到今天 这个劣带 都有许许多多的大德 为弥陀经做出结 都比不上奥叶大师 比不上他的要紧 这里面包括 李延持大师的诉讼 包括 包括 幽西大师的 袁中朝 所以梅桃经 住节里面 要解确实是敌 偶叶大师的诉讼 内容是丰富 要解是真正把纲林 都掌握到 都掌握到 我们研究 米桃经 可以以要解为纲林 以苏超为别墓 以苏超为辅助 这样对于西方世界 一阵庄严 你一定会很清楚 很明白 离世明了 方法懂得了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 你当然就有把握了 应光大师赞参是妙极确起 妙是说它文字表达的巧妙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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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不多 但是表达的非常的圆满 非常充分 没有遗漏 这是妙 所说的礼于寺呢 确实 确实 完全正确 换句话说 欧益大叔所说的 就是佛所讲的 宗灵顾佛出世 再给梅桃金做个诸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是把欧益大师这个注解 赞叹到极处 那我们晓得 硬光大师 是大师至菩萨再来的 这个很多人都晓得 大师至菩萨 对这个诸解这样赞叹 那欧益大师是什么人呢 欧益大师的身份 始终没有显露出来 在我们晓土中 我们晓得的 这个第二组 晓中第二组 沈翰岛大师 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第六组 永明言授大师 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这个十三位祖师里面 我们知道两位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 偶一大师是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呢 我们真的就不晓得了 但是从应光大师这几句话来推测 若不是阿弥陀佛 也必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 否则的话 不可能住得这样圆满 那么再看我们静待 我们现在读的这个 《无量寿经》会基本 夏连居拉居斯 夏拉居斯绝对不是普通人 要不是古佛再来 大概也是观音实质之流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 佛根大菩萨 是没有办法汇集得出来的 这很不容易 宋朝王龙书的汇集本 彭基钦的戒教本 魏远的汇集本 在我们看都很不错了 都很难得了 实际上里面有瑕疵 不圆满 到这一步 才真正是做到圆满 绝对不是普通人 我们要珍惜这个机遇 珍惜这个缘分 不能错过 可见上知叛教 如否轻叛也 这是举出几个例子 古无大德的叛法 就跟佛亲自为我们叛别 没有远远 没有远远 诸朝广影 尽宗 金中 四肆无碍之吻 生意苦心 一阵本经 正嫌四肆无碍 发街 也皆证明本经属于原谣 实不容和已 苏朝是林恩时达斯做的 林恩时达斯那个时代背景 我们要知道 他那个时代 禅宗很发达 禅宗没落了 红船的人少了 这个社会上大家呢 对于禅宗非常尊重 修学的风气也很新鲜 轻视进度 这样殊胜的法门 一切众生在末发时期 离开这个法门不能得度 林恩时达斯在这个环境里 想把禅宗抬高抬不起来 如果要是禅宗的话 会引起很多人不服 那会带来很多的障碍 很多的麻烦 这是我们读苏朝 看到他老人家的用心 苏朝里面处处引用 华言 法华 来解释阿弥陀金 这个用意就很明显了 就是把弥陀金 跟华言 法华等量器官 用大经来解释的时候就把弥陀金 提高了 每一段后面 还有一个特别的解释 趁离 那个趁离了一段 我们在古大的柱经里头 我们都没见过 恐怕连吃方式以后也没有 只有在塑料里面看过这种例子 这是很不平常的例子 趁离水 那就是禅宗的季风 专门对舌禅人所说的 以这个方法来接引参禅的人 你看看 尽宗断断与你们禅的境界相应吧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你能够体会到 廉持大使的深意苦心 做出这样一部弥陀金俗超 弥陀金俗超 说实实在在话 就是一部小藏经 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 是以弥陀金做钢 整个佛法无所不包 因为它这个苏朝后面 还有往生论的注决 往生论是论事 往生论是密宗的 不是往生咒 是密宗的 前面经是显说 就是密说 真正是 性相显密 无不远容 欧耶大使诸弥陀金 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作戒的 所以苏超确实就是一部小藏经 这一部小藏经的经验 说明 弥陀金的境界跟华严经上四四无碍的境界 无二无别 这就是把弥陀金提升到华严经部 所以清初 彭基钦 华严经就说过 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化言 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化言 大方 广佛 华严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是同一部件 只是讲的详细简单而已 里面的内容无二无别 这是把净土宗提升的 这个不是勉强提升上去的 似时如此 过去一般人忽略了 没有看到 严慈大使欺辱这个境界 才为我们详详细细说出来 这个要知道 证明本经属于原教 华严是原教 它是华严的纲要 华严的归宿 所以真杰称为原中之源 原是华严法华吗 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是华严法华的归宿 岂不是原中之源吗 实不容或议 你要把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搞清楚了 你就能深信不疑 黄念族居思 以苏朝义 他注决这个无量寿经 是仿照莲池大使 苏朝这个歌诗 采取圣门开启 这跟华严经完全相同的 专论本经中 四思无碍之下 华严 最特殊的 就是实学门 这是其他一切经里面 所没有的 而黄念族拉居思 为我们指出 这无量寿经里面 居足实学门 他一条一条 跟我们列出来了 这一段呢 我们省略了 因为那个要 记录下来太多了 讲解要费很长的时间 诸位可以参考 他的诸解 所以 取 探旋记 所属 誓言之地 华严经的诸解 现在在藏经里面 有三种完整的柱子 这个探旋记 是贤手大四的 一居六十花言 柱解 所以探旋记是六十花言的柱解 我们通常看到的流通文是最广泛的 是华严经苏朝 苏朝是清凉大四 是八十花言的柱解 探旋记是六十花言的柱解 这个世界早 那么清凉是新手的学生 他的老师以六十斤做探旋记 他以八十斤做俗朝 这是司徒二人 后来他的弟子宗密也非常了不起 所以华严中第五代的祖司 那么他由语言绝经苏朝 流传于诗 著作也相当丰富 对于华严呢 他由华严经别心苏朝 也是我们现前在讲的这一步 别心苏是清凉大四 超文是宗密的 隐振经文 这是黄老巨师 以探旋记 释旋门的子弟 来看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这个释旋 通通居足 移民本经 十具释旋 实实在在 举足华严经的释旋门 那么换一句话说 跟华严经 无二无别 于是确证 本经证书远交 即是中本华严 这个中本华严 最早是彭基青家 彭基青是清朝 乾隆时间的人 是我们佛门的 一位再加的大德 这个人很有成就 华严念佛三昧论 就是他做的 彭基青做的 以正如上之说 皆是真是语 非因尽宗行人之 妄自尊大也 这是引用古德 引用经典 证明 这个大小年本 确确实实是原教 一点都不讲 绝对不是修净土的人 自己狂妄 自己夸大 不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绝对不过分 华严末后 一世大愿望到归极乐 华严到圆满 还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呢 所有一切大惩罚门的归宿 就是薄弱也不例外 薄弱也是如此 这个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 真的是分正佛 也就是说 原教初驻菩萨 就像 《楞严经》上 《观世音菩萨》 《语言通章》里面所说的 这个大家要晓得 《楞严经》上 二十五元通 那个二十五位菩萨 都代表的是 原教初驻 也就是 破一瓶无名 正义分发生 所以你看 都是观音菩萨 他那个阶级不一样 《楞严经》上 是原教初度的 观世音菩萨 《华严经》上 善才通子参访的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代表 第七回向 是三行菩萨之一 第七回向 而《法华经》 《佛门品》里面的 观音菩萨 是等觉的观音菩萨 你看 《观音三经》 它那个代表的身份地位 不一样 但是 原教初度福上 就有能力 随类化身 这个地方众生 愿以佛身而得度的 他就事先 八相成道 去做佛了 以佛的身份 出现了 来度化众生 所以 这个成佛 不要问你 成什么佛 初度福上就是佛 真佛 绝对不是假佛 金刚经上所讲的 祝福 就是讲的 纷正佛 从初诸 到等辙 四十亿个位置 这就是四十亿尊佛 称为祝福 是讲的这个意思 那么你是哪一个等级的佛 他不是究竟圆满佛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这个的 从原教初度到等级 这四十亿个位置 天台家都称作 分正级佛 他是分正佛 不是圆满佛 所有大乘法门 这个修行 到了分正佛位 都到化藏世界 化印经里面讲的 印证法界 都到这个地方去了 这个地方的教主 是毗诺真佛 上手菩萨 是文书菩萨 是毗诺真佛的上手菩萨 那么在化藏世界修行 因为你正元初度 就到化藏了 从试住 试行 试回向 再到出地 登地了 这一登地 普贤菩萨 就来跟你说法 说什么法呢 念佛 求生尽头 实地菩萨 实中 不理念佛 实 是出地 中 是等究 就是 这是一个位置 他们修的什么法门 修念佛法门 所以现在不念佛 修行其他的法门 纵然你修成功了 到化藏世界登了地了 我看你还是念阿弥陀佛 乖乖求生尽头 到那个时候 在西方世界 我们再一见面 哎呀 你怎么耽误这么久才来啊 所以对于现在念佛 往生尽头 那些菩萨见到佩佛的无体头地 你们这样快就成就 你看他要造多少难 要吃多少苦头 绕多大的圈子 真是经历无量节 到最后还是念佛求生尽头 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 不能不明白 你都搞清楚 都明白了 在无量法门里头 你自然会选择吗 侯宽这个法门 三根仆背 力顿全手啊 只要相信法约 阿弥陀佛就加持你 就借赢你 王生就原正三不退 这是摆在面前的 真正的利益了 像这个本经上所说的 会与众生真实之力 所以这华言到最后 是十大越王倒归记录 兼本经全新纪录 这个大小年本 字字句句 都是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 历生的宏愿 真的这个经典字句 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的捷径 导引反身 同归记录 反六道反腐 身就像华言经上讲的 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普行菩萨 是大愿望 道归记录 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在最初 在最初也许还不能接受 普贤菩萨的教导 为什么呢 智慧不够 还有很重的无明 在障碍 四十一片无明 才破一片 对于齐套法门 它明了 对于念佛成佛 这个法门 它还是有障碍 所以一定要慢慢在那个地方 用功 把这个烦恼淘汰的差不多了 三十一片无明 断掉三十平了 这才本地 这个时候只会开 普贤菩萨一说 它就明了了 一点就行了 就老实念佛 是这么回事情 故称本经 为中本花言 称有句言 所以故人 称无量寿经是中本花言 称这个弥陶经是小本花言 确实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 也不是自己修净土 有意把自己身份抬高 不是这个意思 确确实实是有依据的 我们下面还有五分钟 我们把底下这个第一段 可以简单介绍出来 下面是第七八段 部类差别 这个也要辨别 也要清楚 不但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 同时我们也要得到修学的方法 第一个是同步 就是与本经同步 本经与小本 弥陀是同步经典 就是同步 一步 苏超位大小二本 文有凡简 一五甚列 判疏同步 这连持大师跟我们说的 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步经 一个说的详细 一个说的简单 所以只有文字 多少上有差别 其实里面所讲的一理 没有差别 一个是六说 一个是详书 所以这两部经是属于同步的 小本现有三种 我们讲这个版本 这个大本就是无量寿经 底下我们会介绍 现在有九种版本 弥陀经有三种版本 秦唐二义 大体相同 稍有出入 秦就是摇秦的时候 就摩洛舍大师翻译 我们现在所读的阿弥陀经 就是秦义的 唐义的是玄庄大师的一本 没有流通 所以许多同修没有见过 在过去这个本子只收在大三经里面 没有单独流通 这些年来我们提倡进度 专修专口 所以这个玄庄大师的本子 我们从藏经里面抄出来 现在也印成单信本 我们这个地方由弥陀三经后刊 就是三种本子都印在一起 诸位都可以看看 但是我们受持呢 玄是以罗师的本子为主 因为这个本子我们念得很习惯 大家都念这个本子 不必去更改 但是那两种本子可以做参考 玄庄大师的一本唐义 这个意思大致是相同的 但是翻译稍微有出入 这个出入里面就是讲这个 十方佛 玄庄大师翻的是十方 卢庄大师翻的是六方 他就省略了四方 所以秦仅仅要流畅 众俗宗相 这是因为他翻译的文字翻得好 很流利 长通无阻 我们度起来很顺口 度起来也很喜欢 所以大家都采取这个本子 所以唐义在准确相悖 玄庄大师完全是依照凡文本 那个格式翻出来的 叫执义 叫执义 因此跟凡文本对照呢 就完全相同 卢庄大师的一本是意义 是翻它的意思 没有按照文字这样来翻法 是用它的意思来翻 所以我们中国人念起来就很舒服 像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一样 那么玄庄大师的这个本子 你一看呢 那就是外国东西翻得很声音 我们度起来比较上困难 不太习惯 烈包圆灭 保持繁文原来的样子 那么第三种本子 就是夏连狱的绘集本 他不但把这个无量寿经 五种原一本绘集成一本 他也把阿弥陀经这两个本子 也绘集成一本 不过他这个绘集本呢 也很难流通 因为这个小本《弥陀经》 实在卢庄大师翻得很好 我们受持习惯了 所以也就不采取夏连狱的绘集本了 所以这个绘集本呢 也提供我们做参考 夏连狱的绘集本 《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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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罗舍大师 这个疑本里面呢 因为过去这个经文都是抄写的 可能在抄写当中漏掉了一行 只有二十一个字没有了 但是这二十一个字呢 在《弥陀经》 《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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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们现在的本子 多了二十一个字 那么我们尊重经典 虽然小的这个事实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字补进去 因为我们这样做 开这个例子就不好 将来随便人呢 把这个字随便补进去 以后这个经典就不能看了 就乱了 所以只能够在讲解的时候说出来 那么它的这个绘记本里头可以这样做法 《弥陀经》 那六朝人是无数二十克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相信的 是很可靠的 《弥陀经》 heating不乱 专事明号 一称明故 度罪消灭 即使度善根福德一年 就这几个字 所以这几个字要补上去 意思的确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明白 绘本益古得益 如如此二十一个字 大有一日甚佳也 这是讲这个同步的 那么除同步之外还有同类的 同类而不同步 都是江西方净土的 这个同类的反倡导意念弥陀 怨生极乐之经典 均属同类 其中亦有亲俗 以持明念佛为亲 其他为俗 这提倡持明念佛的 这个跟弥陶经跟无量寿经 主张的完全相同 如果是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呢 虽然是念佛了 就比较疏远一点 下面举个例子 如佛术观无量寿经 华言经普行行运品 论言经大师之菩萨念佛 远同章往生论安乐基等等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 都是属于这些类的 这是属于同类的 那么第三个 代说净土经的 那就多了 这样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提到西方极乐世界 顺便告诉大家 要发心求生 念佛求生 那像这样的经典就太多了 金钟金论好看的 内在有两分四十余同 这在经文上都能够看得出来 此内略举其要 一路难免 由此可知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了 实实在在讲 时时刻刻提倡净土 时时刻刻都劝导大家了 念佛求生 净土 所以这个法门 地确是市政 一代石教里面 最重要的教计 确确实实 本经是如来度众生 成佛道的地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